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家社交媒体公司的投诉 特斯拉在其中国网站上表示 其后轮驱动的Model YS在中国的交付等待时间 已缩短至1至4周 这是不到一个月内的第二次变化 其他版本的SUV和Model 3轿车的买家 在下单后仍需等待12至20周 SNAP宣布其两名高级广告主管已经退出公司 并加入了Netflix的广告销售团队 早前有报道披露 SNAPTRA母公司计划裁员约20% 美国监管机构在其他在美上市的中国公司中 选择了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和JD.com 从下个月开始进行审计检查 在选择之前 美国和华盛顿周五达成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审计协议 允许美国监管机构对中国大陆和香港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查 这可能会结束长期以来威胁将200多家中国公司 赶出美国证券交易所的争端 BetBuff and Beyond在一份监管文件中披露 它可能发行更多的普通股 但没有透露前例股的发行规模 亏利资本团队祝您健康快乐